各位焦點女生的朋友們,大家好! 好! 我是Campo Bag的小麥 今天很開心可以來到焦點女生跟大家分享 之前也是因為助品老師認識焦點的阿楓 後來又認識Amy 今天有點像Ladies Night 全部都是女生,還蠻開心的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擺攤人生 擺攤人生 什麼叫做擺攤人生呢? 擺攤人生從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去擺攤 擺攤這件事情是從我學生時代的時候 學生時期的時候我就開始在做這件事情了 所以擺攤這件事情就是我的人生 怎麼有點很像在講肉 好,那我想說進入主集之前呢 其實今天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那為什麼我開始做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我們現在 我自己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今天我的簡報大概是這樣跟大家分享 然後就是話要從大概十年前說起 就是那個時候我還是就是大學生 就是我唸台藝大的夜間部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因為重考的關係 所以那時候就很像嘛 想說我考上了大學 我一定要去做我自己想要做的工作這樣 所以那時候上了大學之後呢 因為那時候星巴克才剛進來 然後就覺得說 哇,在裡面煮咖啡 然後講英文好像很了不起 就好像很好玩這樣 所以那時候在重考的時候 就覺得說我要 就給自己一個目標嘛 想說我考上大學 然後我就要去星巴克打工這樣 對,然後就很開心的 就是後來真的考上大學 然後就開始去做很多自己想要做的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就開始去各個地方 只要是我有興趣的工作 我就會去嘗試去打工 所以從星巴克開始 後來我就去 因為我自己念廣播電視 所以我就開始去電視台去實習 然後後來呢 在這兩個地方所認識到的朋友 後來我又去了一個附近 就是在這附近的樂立路上的一個Hubs的餐廳 對,然後後來因為就是自己念的是廣播電視 所以就覺得說我應該要去做一些可以練習講話的工作 所以後來我就去當了showgirl跟主持人這樣子 那也因為這幾年的一些經歷 就是對外的一些 待人廚師的一些經驗 然後我就發現到說 其實我很喜歡就是跟人接觸 剛剛跟很多朋友們有分享到 就是很喜歡跟人接觸 那所以其實在我大學時期 其實我做了非常多的工作 都是我覺得我自己很有興趣 然後我想要接觸 我想要知道這個世界上到底有哪些工作 在這個社會上維持的 對,所以很幸運的是說 我大學我就選了夜間部 因為我想說這樣白天我就可以去打工這樣子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在2005年的時候 其實我就是跟那個時候 我在星巴克認識的副店長 我們那時候其實常常會私底下去聊天啊 或是討論啊 然後就開啟了就是Campo 生活藝術狂歡節這個樣的一個活動 大家有聽過Campo嗎? 哇,竟然有人聽過得太開心了 因為這是十年前的事情這樣子 對,十年前 對,就我的歲月,我的青春這樣子 好,那所以呢 就從2005年 其實我們是台灣第一個舉辦創意事集的組織 然後那時候就是大家是 等於說有錢出錢有力處理 一起在開始這個活動 那到現在十年後 其實Campo已經沒有再舉辦了 但是已經 我認為其實已經影響了 其實社會的一個 應該說台灣的一個生活型態 就是你們大家應該現在到處都可以看到 創意事集這樣 都是我們害的,不好意思 對,然後呢 在2008年的時候 我們就,我自己就正式成立了公司 成立了Campo Bag 然後一直到2010年 我們帶台灣的創作人 開始出國去擺攤 然後以及跟世界上各地的藝術家做交流 然後到2012年的時候 我們跟台北都市更新處 申請了一個在迪化街的空間 叫做Cooking Together 所以大家可能剛剛有拿到一些DM 就是我們在迪化街的空間這樣子 好,那所以其實是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剛剛大家應該也看到就是 其實從2001年到現在 其實我自己本身 因為在大學這四年呢 其實就是不停的去探索 自己到底真正喜歡的事情是什麼 因為我剛剛有聽到很多朋友們講說 欸,現在感覺好像是一個空窗期 或者是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然後我就對我自己來講就是 就是我花了很多的時間跟 去嘗試了很多的事情 就是我就是也想要釐清楚自己說 我到底喜歡什麼跟不喜歡什麼 因為我想要我如果一出社會的話 我不想再浪費時間找工作 我想要我畢業之後做的工作 就是我自己喜歡的工作這樣子 對,所以我在大學時期 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去打工 我還去過麥當勞打工 因為我超愛吃麥當勞的 對,所以我還心裡也許願說 我要打到就是我吃膩為止 才會離職這樣子 對,然後我曾經就是最高紀錄 我就是可能一段時間之內 我同時打三份工 就早上在東升新聞 然後下午去麥當勞 或者是去餐廳打工 然後晚上去上課這樣 然後那個時間點 同學就想說 你怎麼你家裡發生什麼事情 你是不是要這麼密集打工這樣子 可是其實就是自己也知道 並不是為了錢 而是我想要就是在這個有限的時間裡面 可以去把握自己 到底真正想要做什麼事情這樣 因為我覺得做了之後 我就可以告訴我自己說 那個東西我喜歡 那個東西不適合我這樣子 對,那所以也是因為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才成立自己的公司 因為在那個時候 我自己是覺得 如果我不開這家公司的話 我覺得我人生會遺憾一輩子 就是我可能會爆汗終身之類的 對,所以後來我自己就正式的成立 Camelbag這個公司 然後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 協助個人 也就是說協助創作 正確來講應該是協助手作的創作人 可以持續的經營的一家創作社群的公司 這是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上我們的網站 Camelbag.com 好,那所以其實剛剛前面在講就是說 對我來講其實我覺得就是世界很大 那我想要做自己讓人開心的事情 最重要是我想要就是對自己是有掌控力的 所以對我現在來講就是 其實是24小時把興趣、工作、生活 還有夢想跟現實 都就是集結在一起的一個生活的狀態 那我覺得想要今天跟各位女生們 一起分享的就是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找到你自己最想要的 然後你可以為他奮鬥一輩子 我覺得這件事情就是再好不過了這樣子 對 好,那所以我剛剛講就是 其實我們從2005年到2010年 其實就是我整個這五 就是將近十一、十年的時間 我其實都是一直在做創意市集這件事情 然後也因為這件事情我就認識了很多很棒 很有才華跟很優秀的創作人 那從創意創作 其實到現在創業的階段這個過程中 其實很多很有才華的創作人 可能當他在面臨所謂的 維生這件事情的時候就會碰到很多的困難 像剛剛我有跟余婷聊天 就是是個漫畫家 可是在台灣用漫畫維生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台灣說實在的不像日本 他們有很深厚的漫畫基礎 然後他們也有這樣的產業在發展 我們公司自己本身也有經營漫畫家 可是他賺錢的地方不是在漫畫 而是在他自己的商品是貼紙 就是他把漫畫分隔成概念的貼紙 然後一張一張可以在通路書局上面販售 那一張貼紙大張的可以賣60塊 就可以買一個便當的錢 是那個東西讓他在台灣活維生下來 所以我想就是我們 我覺得我想要講的是說 就是也許你想做的這件事情 沒辦法執意你現在的生活 或者是支應你想要可能走更長遠的目標 可是不要放棄 因為那是你最想做的或是你最喜歡的 那也許在這個過程中去試圖找到一些方式 讓你這個目標可以利益 就是越來越近越來越近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其實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也是 就是我那時候在創意時期的時候還是學生 但是因為我自己有在外面打工 然後有當主持人 所以到正式開公司之前 其實我自己就因為打工這段時間 然後存了一筆錢 然後才開始正式的就是開公司這件事情 那也因為在這樣的過程中就發現說 我做這件事情好像不只只有 應該說只有我這麼感覺 好像其實很多人也都想要 能夠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追求這個夢想 所以我認為其實創意時期 它其實是有機會到人生的 所以我們在2010年的時候 其實是喊出這個計畫 叫做擺攤人生 那也其實是從一個個人出發到 集體意識的一個追求 那所以其實在2008年之前呢 我的經歷就是台灣上百場以上的創意時期 都是由Campo我們這個組織所開始產生 那時候我們就開始去巡迴北中南不同的地點 然後甚至我們還辦了跨面網會這樣子 對 然後後來呢 我們就開始從2007年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帶領台灣的創作人去到中國 然後後來同年就是2006年的時候 然後中國也他們也開始自己去做他們所謂的創意世界 然後再來亞洲國家開始 新加坡 然後澳門2010年 就是其他的國家也開始 怎麼這麼快 好 所以呢我們從2011年就開始 帶台灣的人到不同的世界各地去擺攤人 那所以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呢 第一步就是擺攤人生 就是我們會帶創作人出國這樣 然後第二步呢 就是我們會讓這些創作變成一場秀 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去在大家的面前表現 不只是 我們認為創作不該只是一個消費而已 不該只是一個產品而已 我們希望經過這場秀 可以讓大家更認識這些創作人去支持他們 然後第三步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建立 我們的創作人的這個會員的平台 那最重要的是希望在這過程中去找到 適合每一個創作人他最適合可以維生的一個目標 模式跟機會 好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九分鐘真的到了嗎 已經超過 真的假的 真的是太快了 好 那這個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不同地點的擺攤人生 然後這是我們去過一個很酷的地方 去運南 他們是一群合唱團 很可憐 沒有很可憐 好 那是倫敦 然後這是剛剛講的創意秀 這是我們接下來的平台 好 然後OK 就是這些一些創意事集我認為的一些特性 還有一個方式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練習 當然我覺得台灣還有很多很重要的製造業室 我覺得是非常台灣重要的基礎 然後這是我們在迪化街的基地 歡迎大家可以來迪化街找我們玩 好謝謝大家 這是我們的擺攤人生 真是的 小位成生 為人可以 серに elf人了 要翻高去 稍久 你猜我們 很快 充製 像 充ль 如此 那是